那些曾经瞧不起德华的人 今天恐怕要给德华说声对不起了 切了一辈子的菜 如今总算出了口恶气 这次让德华站起来的不是绿布 而是锤子妈中午宴 本来在二楼的德华怕被针对 于是跟队友说楼下的鲜血 帮五楼抢了选策打野 结果没想到绿布被对面抢了 就在犹豫不绝时 系统超时强制确定 德华不仅自己选错了英雄 四落队友还选出双辅助鬼谷字 虽然德华一直喋喋不休 但这是一个2000多场沉浸的鬼谷字 双话间开局下路一波零化二 德华咬牙切齿 此时中路选策蹲到一个鲁班大士 德华一锤低音抢走人头 稍稍往回劣势 感觉队友输出不太行 这时德华开始吃两线 并且还不满足 路过野区还要吹一波 发育如此之好的庄无厌 吃了钱得办事对吧 中路打团转个大进去伤害拉门 可惜只带走一个纳克小鸡 拿到2-0的德华 小专的说道 这一操队友就更不爽了 直接发起投降 再来一票水晶就直接无冷 即便如此 队友还是好好在挡 没有人故意消极比赛 耸人头 下一波2000场鬼骨子 中路一波闪拉三个 把对面三人拉到德华大招里面 伤害瞬间爆炸 这波团战下来 德华又拿下三连决胜 战绩来到5-0 透过面具 秒变 小张面具 输出爆表 小鸟出来吧小鸟 小鸟 你给我出来 啊!啊!啊! 報表 兄弟 給我載入史冊 給我載入史冊 我控四個鬼鬼都才能拉得到 我控四個啊 我全輸出的 太屌啦 我直接上線上去 來個無敵大風車 全部被我暈住鬼骨子才能拉得到 我先重溫上去 敬注意力 全部被我死化主鬼骨子才能拉得到 知道嗎 這段落他們都輸 對面五個去玩爹爹看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